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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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交易人生》 我是高维旭 加群指数今天 再平盘以下做一个整理 下跌35点 加群指数在10,320点 今天的下跌 这几天的下跌 基本上有在看 看我节目的投资朋友 应该不觉得亚裔 应该不觉得亚裔 我的分析永远不会 让你觉得看完听完 然后还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我的分析都很简单 很明确 不跟你模拟两可 在Lite Hat里面 在2月26号 之前有加入Lite Hat的投资朋友 你们一定会收到 我跟你说过 行情路况的看法 1月3号 1月4号 1月7号 这一段的买进 这坚持 迟到什么时候改变 2月26号 加群指数最高到10,416点 当天我跟您报告 10点38分的时候 行情路况往下 我的会员也是如此 跟他这样报告的 行情路况往下 当时我跟你报告 我把它印出来 对错由市场上来去做决定 我只是忠实转达 行情路况的看法给你做参考 当时我跟你建议什么 方向也很明确 请你减码 卖掉没有机会的股票 留下有机会的股票 如果你有这样做的话 你至少可以避开什么 投资朋友来看 2月26号 你至少可以避开什么 3081 台积电 刚好最高点 在当天出现 刚好可以避开一段 台积电 环球金 352块 你可以避开 6488环球金 3016的 加金 你也可以避开 国具 你是不是也可以避开 也是当天建高点 2492 华星 你也可以避开 被动元件 2456的 起立心 你都可以避开 6285 起基 你也可以避开 包含什么 5G大家都很夯的 3081 典牙 你也可以避开 3324 双红 你是不是可以避开 6230 超重 你是不是可以避开 卖掉明显没有机会的股票 你保留有机会的股票 这次交易上的 真正要做的动作 而不是盲目只有买进不卖出 首先有机会的股票 很多啊 举例和视频我看 来看一下 3216 燃子电 不是没有股票会涨 还是会有股票会涨 但是你要懂得去分辨 什么股票会涨 大力光 还创新高 6150 焊讯 表现得还不错吧 9958的四季钢 表现得也还不错吧 1316 上药 表现得也不错吧 今天要往前波高点 靠拢 前波高点137 盘中最高来到13.6 表现得也还不错吧 2439 之前跟投资朋友报告的美率 智慧音箱啊 在Lite上面也有跟投资朋友提到 还创新高 包含这两天 强势的龙钢 保一 2609 阳明 3406的 郁金光 大力光 光学镜头类鼓 这些都是你有机会的啊 东河钢铁也是啊 4977 重大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再加入 2月26号 你有加入我的Lite 基本上你大概都可以趋吉避凶 卖掉没有机会的股票 留下有机会的股票 你才有机会成为交易上的霸主 我相信 过阵子一定有人告诉你 他在2月26号 有提醒你 行情路况往下 可是投资朋友 你要解释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当初讲的 有没有模拟两可 不排除往上 可是不排除会往下 这种模拟两可的说法 那就多空 他都对 你要解释 方向是不是指一个 是不是很肯定的 第二个 一不坚持住 第三个最重要 有没有提出证据 有提出证据 才是实在的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证据啊 不是朋友 盘中的Lite的证据 在这里 2月26号 盘中的抠讯是证据啊 包含什么 包含盘后的 找一下盘后的 你盘后还是要有证据啊 2月26号 行情路况往下 分析绝对没有模拟两可 你至少要检视 未来如果再继续回档做修正 你会听到又有人告诉你 他应该高档有慢 重点是 他有没有当天提醒你 而且告诉你很明确的方向 请你做什么回事交易动作 如同1月3号 1月7号 你现在看到一堆人告诉你 他有低档买进报 报签点 参与到签点 前提是 他有没有提出证据 而且这一路来的 细晶圆的利空 记忆体的利空 联电的利空 包含封关之前的 联电的利空 和台积电的利空 也没有坚持住 包含开红盘 104点 有没有告诉你不要买股票 一路爆 康星没有走完 我跟你的投资朋友说 放弃是一秒钟的事情 坚持是很难的 大多数人告诉你 他有避开拿出证据 不是有避开 有参与到的机会 请他拿出证据来 而且当时的方向 一定要很明确 动作指令要很明确 前提是什么 12月20号 也没有公开告诉你 旗底出信股票 有卖才会有买 有卖之后才会有买 包含什么 这一段 10月份的1200点 480点 有人告诉你 他避开10月份的股债 请问投资朋友 有没有提前告诉你 9月26号 请你先卖股票 行情路况往下 然后再告诉你什么 往下的情况之下 因为有卖掉 所以我们有资金 要做什么 掌握11月份 11月份 12月份的偏多操作的行情 肩像电我们做到这一段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是上涨的 多数人是输的 因为看不懂行情路况 你看到的分析 也是跟你一样的level而已 是解释后盘 结果嘛 结果告诉你 你听得进去 但我再告诉你说 请你要高档 12月26号 请你要做什么动作 讲最近的 过去 暂时不提 2月26号 创新高 告诉你要往下 你不会相信的 然后慢慢往下的时候 你才会再相信 可是呢 你如果能提早做动作 是不是很好 2月26号 我告诉你 行情路况往下 要减码 我们会员什么时候做动作 2月25号 回收资金啊 银羊 我们先互利 放在口袋里面 手中留下一档的股票 表现还可以吧 虽然不是最强的 但表现也不差吧 可以接受吧 我认为还没走完啊 漢讯 表现得还不错吧 留下有机会的股票就是这样啊 还不错吧 金豪科 对 也没有回很深啊 大凡是跌的 味道重现题材的上药 还不错吧 虽然不是最标 但是绝对都是有机会的 这是操作 我不会讲你喜欢听的话 我只会忠实表达行行 告诉我的话 转达给你 希望你都可以自己成为 股市上交易的赢家 最终成为股市上交易的霸主 我是高维许珠 大家操作顺利 欢迎满满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水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